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VM 刚刚也说过 今天我们主题是LVM LVM 就是逻辑络络络管理的缩写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在Linux操作系统中 卷阻逻辑卷和物理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如何使用Linux的命令来操作设置它们 好 进入今天主题 LVM LVM 就是逻辑卷管理的简称 它是Linux操作系统下对磁盘分区进行管理的一种机制 LVM 是建立在硬盘和分区上的一个逻辑层 用来提高磁盘分区的分区管理的灵活性 简单介绍一下物理卷卷组和逻辑卷的关系 物理卷首先是我们具有的就是物理卷 物理卷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卷组 卷组进而分区成为逻辑卷 逻辑卷和分区相似 逻辑卷还具有增长和缩小的功能 也就是果肉 and shake 它就可以增长增加去容器也可以缩小去容器 用图来介绍一下会更加的明亮 首先我们具有的是硬盘 硬盘经过某些操作它就会变成这个物理卷 物理卷集合在一起成为卷组 卷组进而分区成为逻辑卷 逻辑卷可以自定一起大小 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介绍一下设置LVM的过程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分区 如果我们想设置物理卷 我们首先需要用到PV这个命令 当我们想把设置好的物理卷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卷组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的命令是VG这个命令 进而我们想把VG分区分成多个逻辑卷 我们会用到LV这个命令 接下来我们会逐步介绍不同的命令的用法 好我们首先说一下 物理卷的创建 物理卷创建我们用PVCrate 语法非常简单 PVCrate加设备名称 我们可以看一下例子 PVCrate加两个设备名称 就是将以下两个设备 创建到创建为物理卷 卷组的创建也非常相似 就是我们看一下例子 卷组创建加卷组的名称 再加刚刚创建的物理卷的名称 就可以创建卷组 关于逻辑卷的创建就相对复杂一点 创建逻辑卷我们需要设置逻辑卷的大小 逻辑卷的名称 还需要指定卷组进行分区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创建逻辑组 它的名称是slash 大小是10GB 我们选择分区的卷组是sles10 这个卷组 卷组是具有扩展功能的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物理卷到卷组之中 命令语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vg extend加所要扩展的卷组的名称 再加上所要扩展的物理卷的名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句 它的含义就是将sde1这个物理卷 添加到sles10这个卷组之中 看一下关于逻辑卷的操作 关于逻辑卷的操作最重要的也就是 shrink and grow 就是缩小和扩大 对于这些操作我们需要注意的有一点 就是确定 就是确定 比如说to grow after and shrink before 这里涉及到一个溢出问题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才能明白 就是如果我们想往逻辑卷里写一些内容 我们一定要在先缩小 逻辑卷的体积再写入 因为当我们写入之后 我们再缩小的话 很有可能就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当前文件夹的内存 已经大于我们缩小之后的内存了 所以说就会发生溢出现象 溢出现象 有一些溢出部分的数据就会完全消失 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 接下来介绍一下 关于逻辑卷控制的相关命令 首先第一个是lvxn lvxn 就是扩大扩大逻辑卷内存 第二个reduce就是减少 resize就是重新定义 重新设置大小 在这里size与其他命令 有点不同 就是size前面需要加一个加点号 这样更加直观的告诉 告诉我们就是 是增加内存还是减少内存 lvpass就是所要操作的 逻辑卷的路径 我们看一看这个例子 例子告诉我们就是 我们给当前路径就是 当前路径这个slash 加一个4GB的内存 非常的简单明了 下面介绍介绍关于快照的相关内容 所谓快照就是照下来那一刻 保留起来作为文件的访问渠道 将没修改之前的文件 保存在快照存储空间中一份 访问的是外部的数据 如果数据修改出现错误的时候 可以通过快照的访问路径 把存储在快照存储空间中的数据 放到被改被修改的数据中 快照存储空间只存储没有修改之前的数据 所以说占据空间是比较小的 再来介绍一下如何设置这个快照 设置快照我们使用的命令也是lvcreate 只不过就是多加了一个-s这个选项 -s选项的含义就是snatch off 就是快照快照的意思 我们看到这个命令也是非常繁琐 也是挺繁琐的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来简单介绍一下 -l1gb说明它的大小就是1gb-n -slash-snapshot就是名称 它的具体含义就是给这个后面这个slash这个slash这个逻辑卷 建立一个1gb大小的快照 它的快照的名字就是slashnatch off 好今天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是lvm 逻辑卷管理 通过今天我们所学的知识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在linux操作系统中 卷阻物理卷和逻辑卷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怎么使用linux中的命令来操作设置它们 底下就是今天作业 关于作业我不多做介绍 大家仔细阅读一下 仔细阅读一下 仔细做一下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大家可以和我联系 共同解决难题 也可以自行查阅资料 关于答案 关于答案 我会发表到supinfo mock视频的网站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询一下 好下一章我们所要讲解的内容 是boot and review 也就是一些关于启动和运行级别的知识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